一台总的输出接近800匹 前后双电机四驱 顶配不超过40万 车长超过4米9的中大型SUV 开起来是有什么体验呢 我是驾腰的车辆 支持明明为您带来这台 智己RS6的场地试驾体验 我们将驾驶这台车进行三个科目 第一个是迷宫挑战 主要是体验这台车的智能驾驶辅助 比如说它的一键脱困 一键泊车 一键循迹 包括它的视野盲区辅助等等这些 事关于日常驾驶的功能 看看这台车跟其他车有什么不一样 什么是视野补盲和一键搞定呢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了解一下 现在我们体验的是雨夜模式 马上进入到前方 一个模拟的在夜间的暴雨的场景 双闪打开 马上左后方右后方的影像全部显现出来 同时你还可以转动方向盘上的波轮 将正后方的影像显示在你面前 非常的清晰 我们侧后方看有个视野的补盲 当转弯的时候呢发现 打开左转向灯 左前方呢出现一个视野补盲 这叫A柱盲区 右边 右侧 右后的视野盲区 现在我们要体验的是它的一键循迹 为了增加难度呢 这个迷宫两侧呢都用了玻璃 给系统增加难度啊 上难度 因为你的算法要判断两边 真实的距离和虚拟的影像到底有什么差距 OK现在开到死互通了 点击一键循迹 点击开始到这 动作非常的丝滑 一点都不犹豫啊 OK了 全程非常的顺畅啊 没会让我想踩刹车的冲动 非常的丝滑 这个体验我觉得可以给满分 现在我们来体验它的一键泊车功能啊 前方有路的右边有一个 两车中间的车位 那么对一些新手或者说女司机来说 初次上手的时候 停这种路边车位呢 是非常难受的 看看这套系统 它能不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好我们现在点一键泊车 好点开水波车 到了三下 整个的过程虽然有点慢 但是非常的丝滑 它不像有些自动泊车的系统 它会中间频繁的踩刹车 会让车身的这种感觉一顿一顿的啊 这种体验是不太好 它这个整个过程是非常丝滑的 第二个体验就是 它将车位停的非常的正啊 前后的距离 左右的距离都控制的非常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体验 它的一键脱困 在这里 前后都有车的情况下 你想把车顺利从车位开出去 也是一件麻烦事儿 这台车呢 它给到了一键脱困 点击 它就帮助你开始驳出 现在几次调整之后呢 车头跟路面的夹角呢 刚好是45度 然后整个前后轮也都打直了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放心的 把车开出你的车位了 最后一下 一键贴边 那么它每次贴边 可以向里移动的距离为15公分 这台车它可以将车身跟马路牙子的间距 调整到极限的最短距离是20公分 现在呢 我们故意将车呢 停的比较靠马路中间 这也是很多新手经常犯的毛病 不太容易将车停到很靠里的位置 好 接下来我们点击一键贴边 提示车辆将向右平行移动15厘米 我们觉得这个间距呢 还是有点大 我们可以选择再次贴边 这个一键贴边功能 我觉得非常适合 不单是对新手 对老司机来说也是如此 因为我们在这种狭窄停车位 前后挪来挪去 其实非常费体力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完全的交给系统 让方向盘自己来转动完成 这个能够极大的降低 你在城市里面用这台车的负担 第二个环节 我们将开这台车去进行极限的零摆加速 以及做极限的绕桩 看看这台车在高速状态下 它的动态响应表现如何 这个车是可以直接给您推在这个背上 然后呢 平时也是可以33.76米沙行 第三个环节我们开这台车去试验一下滑轮组加叉轴 包括颠簸路面 看看这台车底盘的韧性以及四驱的响应怎么样 前方地面有一个轮滑组啊 可以在这个全景象可以看到 现在三个轮子翘起来了 哎呀 丝毫不费力 只有右前轮在着地 而且地面很湿滑 你看但是丝毫不费力 前方是一个交叉轴 看到它这个屏幕上还会显示前轴后轴的力距分配 比例在不停的变化 这就是前后双电机 它可以通过软件来实现非常精确的控制 比我们以前传统燃油车的靠那种机械的传递啊 来的要更精确更快 好 连续的路面减速带 感受一下底盘 哇 这个冲击非常柔和 刚才时速在10公里左右 我们稍微把速度提起来试一下 快一点 哎呀 20左右了 二三十的时速啊 冲击也是非常柔和 而且回弹非常快 简单总结一下这台至极的RS6的四驱版本 售价不超过30万 我们先来说它的动力体验 接近800匹的动力书 在你全力踩下电门的一瞬间 大扭矩会像排山倒海的一般的感觉 从你后背袭来 但是它整个的这个过程 你还是能够感受到一丝丝 这种线性的变化 它不是那种很萌很硬的 砰在背后踹你脚的感觉 整个的这种冲击感还是很柔和的 此外呢 在你松开电门 然后全力踩下刹车的过程 你会觉得它整个刹车的过程 那个ABS介入的那种 咚咚咚那种感觉 其实都不是很明显 整个的过程也是非常线性 而且它的刹车距离非常短 只有30米出头 所以是加得起 而且刹得住 这个随心所欲的这种感觉 真的是非常棒 那么在极限绕装的时候 我自己也看了一下时速表 我的最快绕装的速度 可能也是在45左右 但是教练 它的最多速度应该是超过50了 看起来是非常刺激 它整个的车身 我觉得无论是车头的 还是车尾的摆动 还是车身左右的侧型 都非常的稳健 几乎就没有一点点那种失控的预感 所以这台前双插臂 后连杆的底盘的素质 确实是非常强 我们在做这个智能驾驶辅助的时候 它的这种盲区辅助 包括一件驳车 一件头部等等 这些功能全部体验完一遍 确实对这种小白 对这种初学者来说 这些功能都是非常实用 非常贴心的 虽然这些技术啊 其实成本不高 难度也不大 但是为什么很多其他品牌的车型 都没有想到这些功能呢 这个S6这个东西还是很贴心的 第三个就要说到它的底盘的感受 无论是过交叉轴 还是缩三个滑轮组 在单轮附轴 而且我们今天下雨的情况下 整个的拓空过程 非常的无感丝滑 非常轻松 而且我们能在屏幕上看到 它的前后轴的扭矩 从0到100 从100到0 实时的这种不间断的进行分配 这种电机的 这种通过软件控制来实施 前后轴的大扭矩分配 确实能够给到你前所未有的 或者说以前在燃油车时代 给不到的这种四驱的丝滑体验 最后我们以10到20的时速 过减速带 觉得地面传来的冲击感 是非常的柔和 质感不够干净 这是我觉得它的底盘 唯一的一个问题 其他方面 我觉得这条底盘是无可挑剔的 而S6 RSE这些车呢 它本质上还是以运动基因 以运动化底盘调校 为底色的 这样一种设计理念 总而言之 不到30万的价格 能买到3.48秒的加速 能买到接近7排皮的马力 能买到这么大的尺寸 这么丰富的配置 接近全铝的悬架 我觉得放映市场 可能找不出第二个了 我觉得如果你在 有30万的预算 你还去看什么特斯拉呀 还去看什么比亚迪呀 我真觉得 你确实就应该开阔一下 你的眼睛了 这台车我强烈建议你来 好好的试驾体验一下